好 各位先生大家好 请坐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坚持到最后一堂课 其实最后一堂课应该是最重要的一堂课 大家如果有听了前面的课 最后这一堂课应该就是总结前面的 我们为什么要讲那么多 还有这些教授苦口婆心 有嘴说得不论 其实重点就在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谈的这一部分 我们都知道今天是处在一个白阳棋 白阳棋到底现在的修行人 跟以前的修行人有什么不一样 修行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论外表来讲 以前的修行人他得要剃度出家 或是带个道观 然后穿着道服 然后住在深山里洞寺庙道观 我们首先从外表看起来 我们就是不一样 我们就跟释迦牟尼佛那时代的阿异多 一样献凡夫生 凡夫生就是这样 献凡夫生 但是修的是已经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 白阳天使的 叫做有德尽使 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个一贯探言里头 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一贯 所谓的一贯其实就是教我们怎么修 让我们天地人一以贯之 这个才能够达本还原 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来我们读一下 这里讲到有一个 这个气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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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 就这个中动天的这个一气 这个中动天的一气 就是那个先天 那一点真气 这个气如果旺 则旺 你说我吃得很饱力气就很够 那是不是代表我就很壮 没吃饭是不是代表就很衰 就老 其实不是 吃得饱 跟你的力气有关 但是跟先天这个气不见得有关 这个气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的 这一气流行来的 就是那个先天之气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修是要修什么 修这个先天意气 这一股浩然正气 这一股太和炎气 好来继续 无缝门之四下 行全门之清静 攻行圆满 还关头进步 以尽及朝战阶段 不老谈词叫修行 忠动天以戏断乱物 买落书之所从诸 为习书之命 气质之心 气质之心 人心是神之源 习为气也 是大是刚 因此养而无害 折射于天地之间 此行万一万之源也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王主教我们就只有儒家 其他都没有 其实这边讲孔门 非离乌师 非离乌听 非离乌言 非离乌动 应该是儒家为宗 宗子的宗 这个为主 然后佛门 佛法 跟道家 玄门 这两个为主 一个为主 一个为父 所以我们同时也要修四相 无四相 无我相 人相 终生相 受者相 而且要修清静 清静经里面讲的 长印长静 长清静 这样子呢 三教融通 修行严满 功严国满 不劳 谈子 了修行 就是说一谈子间就回去了 很简单的意思 你只要修到这样子就够了 但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 就是 用气 以气来灌万物 这个 中动天 有个很重要的动能 中动天动能叫做太子 太极的动能就是先天以气 我们前面讲洛书 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 只是这个气呢 有分 理 气 相 那个 其中也有气质之性 也有人心 也有佛心 道心 有邪漏心 那现在要修的是那个道心 那个 只养无害的那个浩然正气 那个太和炎气 就这个 那个就是道心 那个可以充射于天地间 所以天地有正气 扎然腹流血 我们修 就在修这个 叫做一贯之眼 其实明示一点 那一点叫做通天窍 通天窍打开之后 可以跟天地的这一股浩然正气 也就是太和炎气相通 它可以从这一点 灌进来我们前身 如果我们会修的话 好 来 我们读一下 修主所要仓不实 弊者不动天炎 弊者众动天炎 弊尽为静 弊者不动 常而变 不约不常 弊者有行处 心迅而有常 不约不实 所以 我们前面讲了 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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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不动天 不动天 因为它是一团离 就是那个无极离 无极离 无极 动而生太极 这个动是因为有一个中动天的动力 就好像 宇宙一开始是 一个很强的光 爆炸 无量光 到现在还在跑 速度都没有减少 那个无量光 老母其实就是无量光 然后这个就是动起来了 这个气就像那个动的能量 充射于天地间 但是呢 我们要修 要怎么修 要修这个常 常而不变 叫做无常 天地间 这个理啊 在我们人的身上就是这个 叫做仁义理智性 但是呢 因为我们来到后天 叫做五行 所以我们是借着五行 来修炼我们的无常 借着相生 来修炼我们的无常 相克当中 去磨炼我们的不足 相生当中 去成就 我们的太和元气 也就是这个无常 无常德 好 所以来到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是师尊老大人 挂在总堂 有两样东西 一样就是 我们上过的这个 那一本 对 一贯道脉图解 他总共 画成八张 挂在墙上 另外还挂了这一张 叫做修身指南大邂途 我们后面好像还有吧 已经被请 请了差不多都没了 这一张 你看这个地方 新途 新途在修什么 修太和元气 这个叫做上达 一般的人 掉到五行当中 这是五行 掉到五行当中的特色就是 利器 利器就是说 那个跟太和元气相反的 脾气毛病展现出来 叫做利器 一个人在花脾气的时候 就是利器 谁花的 人心 那太和元气呢 就是修这个道心 从道心发出来的 纯天利器人意 好 这个是在这里 对不对 太和元气 怎么修 就来到这里 就说超纯 超纯 仁义理智性 我们刚刚讲的五常德 仁义理智性 然后每一个 譬如说人 他有功 素 孝 慈 宽 后 这五个 能量 你的起心动念 这边下面的小字 是你的起心动念 如果你 起心动念 是其中的某一个 你 圣读的功夫察觉到了 他属于人 那我就把他发挥出来 他如果属于这里 这个叫做省察 这个叫不仁 这里也有五个 这五个不仁 有没有那一张 看得比较清楚 拿来前面一下 都没了 因为全部都拿光 好吧 这里一样有五个 六个 一二三四五六 这六个的 每一个起心动念 可以告诉你 他不符合 人 他叫做不仁 如果有的话 用那个贴 用那个磁铁吸一下就好 所以这张图 它是一个白洋修炼法门 非常简单明了 就是修炼派合 然后它是放到整个大学 大学 大学是明德 清明 子一至善 从这当中 来修炼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刚刚讲的 这个是 忍即刻思贤 心之恶 不仁心之恶 不义叫做生之贼 就是我们有这些念头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 不要让它 变成行动 要把它弃掉 叫做行常 然后有这些念头 代表我们是符合 仁义理智信 这五常德的念头 有这五个 加起来五五二十五 就是在修炼派合 如果我们时时刻刻 都有这些念头 那就处在一个 派合元气当中 也处在一个上达当中 往上去提升 就是格物 知之诚意 真心 修成吉他 治国平天下 都是在修这个派合 从格物开始 一直到治国平天下 都是和的展现 就是 从这里 到这个地方 指一致散 所以这张图非常简单 但是也很清楚 好 所以我们来读一下 来 请一致散 一致散 一致散 五致便利交一致敏明 和尔一权输出 向上权之法备 大尔正与行欢 尽兴自命 天道之为 此而刚藏明教 十身胜水 人世之险 在此而自立临时 兵阳于心 五臂交双 行凶救救之与人 先天下开起悟 后天下而成起悟 此即所以 如今今今自主 万万好之元也 我们王主告诉我们 将来要成为 前天下大家共同的 一个人类最高的价值标准 其实你说你要挑佛教 挑基督教 挑道教 挑任何一个宗教 大家都有意见 要挑什么 挑义经 义理 义理 因为它是万法之业 所以我们白洋义教 都万法之中 后学去到欧洲 去到美国 去到加拿大 问那些洋人 你们读的最多的 就这个地方会读中国经典 读最多是哪一部 义经排在前面 所以义经 已经帮我们铺好这个路 接下来就用白洋义 白洋义 整个汇通 大家呢 从叫跳声到 道 因为义就是道的产现 就是这样子 这是先天义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是来自于河土 这是后天义 也就是弘洋 这是青洋 文王的后天义 被关在监牢里面 演了这个后天义 然后呢 现在来到这个白洋义 白洋义 你看他的特色 这个太极 阴阳 这个还在气天 这个也是在气天 这个就是礼 礼天 无极劳母 这个礼天 其实这个是应该讲 这个叫做相 这个叫做气 这个叫做相 因为后天是来到相 那这个是礼 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叫做上帝 方法叫做精一指中 那白洋义教我们 这四个字呢 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道 做人有德 就是生活有道 叫做精一 做人有德 叫做指中 那整个白洋义 就是先天义转九十度 告诉我们回天之路 是从本来是后天的母 是这样写 这一杠是横的 从后天的母 转九十度 就变先天的母 所以整个修行到最后 是任母归根 任这个母 所以修行路 要走到任母归根 然后先要从先天义到后天义到白洋义 好来我们读一下 毕竟的美丹 亦有三 丙一与并不须的先便义 重在时 时间为天地造化之力 有其不便的现象为之古力 便义文化的后天义 重在为 调略的变化向人生的其胸获福 为之愿意 潜意 自然而来 万亿重在得 互云当下的为其乐的能力 在此为之潜意 其实王主 他的所谓的善意探言 就是不义便义交义 只是天时未到 他不能把白洋义讲出来 他只能用交义两个字来代表白洋义 白洋义重在得 什么意思呢 这个代表时间 这个代表空间 时间空间是一个存在的概念 存在有什么意义跟价值 就是这个德 一个杯子摆在这里 代表他有一个时间跟一个空间 所以他存在时间空间 然后这个杯子给人用来装水喝 其实就是他存在的德 因为他可以给人喝水带来健康 他也在修功德 只是他是没有生命的概念 他是物质 如果他是有生命的概念 有一个人每天每天都在提供你水喝 那对你好不好 那你是不是欠了他很多功德 很多德有没有 因为他做了很多德 所以德就是很简单 就是任何一个东西 时间空间之下 他的意义跟价值 那如果既然小小一个杯子 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德在 那我们人 人也 人当然重要 人也有人存在的 时间空间跟他的意义价值 那这个部分在 孔老夫子那时代 他的大象传都是在讲这个 所以后来人就把他挑出了孔子修德的九个卦 我们上次在日本 明德书院有上了这修德九卦 因为孔子看出 易经最重要是在这里 不是告诉你方位的问题 让你去补卦算命 去七级必凶的问题 他是告诉你德 人在天地间什么都不可以 什么都可以缺 但是不能缺德 德的重要 要不然你在这天间就没有意义跟价值 我们修道就在修这个德 所以修道是陪德 所以修德 怎么修 先修和 来我们读一下 好 志中和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没有求道的人 你怎么讲他都不懂 什么叫志中和 他搞不清楚 志中和就是当你守贤归零 你就会进入一个清清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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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的状态 那个状态叫做太和 所以太和是一种状态 一种你 好像这个 这水到底什么味道 你要自己喝 叫做如人饮水的吗 南软自知 所以太和是一种 你个人要去感受体会的 他没办法具象 你就画个东西出来 代表他没有办法 就像这个水你要仔细喝 所以如果没有得受民事一指点 这一窍没开 就算他知道守在那里 知道归零 但是体会不到太合 因为那一通天窍没开 通天窍开了 叫做二六十钟 当你进入二六十钟 叫做至中合 因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夫 叫做至 至就是你要引直觉中 圣人的心话 就在这个至 当你进入至中合的时候 你就进入了太合 太合就是至中合 那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叫做天地未焉万物亦焉 那个整个能量啊 会非常非常的大 大到难以想象 他可以闲前转昏 他可以把人心做扭转 什么叫做至中合呢 我们打个比方来讲 我们就从我们熟悉的事情来说 今天如果后学一个人 跟五个人一起办事 那我做的一件事情 可能假同意 以没意见 那丙呢 反对 丁呢 表面反对 表面支持 背后呢 讲很多话 你说有没有可能这样子 有嘛 人心嘛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有办法 你有中的智慧 中的智慧是什么意思 这五个人 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这五个人都非常的支持 叫做合 没有人违背 这个合的状态 都哇 一致鼓掌碰过 这个时候呢 你就得其中 所以得其中是一种很高很高的智慧 他不是坐在那边守着而已 他是要在人世当中 用你的太和和气气的去实践 让每个人都可以接受 这样子叫做得其中 那个是一种很不容易的锻炼 所以他是一个自中和的过程 好 所以要太平和 要天下太平 太平 这个天下 这打错了 天下和平 得人人先修和 家家和乐 人人和气 社会祥和 国家和平 世界大同 我们今天在做就这个工作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都心不平 气不合 我们做这个工作其实是很心虚的 我们都跟人家和不来 那你怎么世界大同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先修炼这个 修炼这个是 我们得寿名师一指点最尊贵的 就是我们有办法修 你没有明师指点 你就是没办法修 修这个态合 你很难 因为那一窍没开 你就修不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 最后的一贯道卖图解 最后有一个环本图 环本图 这是一个环本图 这个环本图是师尊研究 理数和解最后的结论 然后他的结论是告诉我们 大家一定要回到我们的来源 透过这一个一贯道卖图解 这八负 也等于是透过 那个祖师留给我们的 这个理数和解 最后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 能够回得了李天父家乡 好 我们来从这边开始读好了 来 人生之后为神愿以内 祈身祖国 使徒为首者 皇太孤祖祖之业 道祖之心心从一之道 修心以恋心 佛祖真通归一之道 明心以见性 至圣虚灵万一之朝 诚心以养性 大道一理 三教一家 先觉者圣贤先佛也 立得立功以旧事 后觉者贤人君子也 寂寞开来引道统 见误人主不由道而生之 人先不畏为民和安心 三思苦度实习 早说八道 凡很埋怨 逍遥不外 方为有始有终之大仗 因为我们人性很容易被迷昧 各种的成员会迷昧我们的本性 本性 所以我们要修 修呢 不然你是用道家的修炼 叫做手一清净 不是佛家的练修心练性 真空归一 或者是儒家的 或是儒家的 这个直中冠意 来存心养性 西灵冠意之道 不管你用哪一家修 最终你要回得了 回得了你的故家乡 那其实四孙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懂 道 在我们身上 其实修道 是在修我们 自信 自信要怎么修 一定要先能够打开 民思那一窍 帮我们开的那一窍 然后从那边开始起修 这个叫做直指人心怎么样 见信成佛 那你修自己的佛心 才有办法把佛心展现出来 将来才有办法打本翻译 所以一开始的这一段 一开始的这一段 我们刚没念的这一段的意思在这里 我们来读一下他的百话 修道在韩养太可元气 太可元气一旦充足 就得与天地豪然正气相通 进而与宇宙太虚设 无需理相通 此时人气能离开去空地 就能超多轮回 超顾天地之外 不在五行中 而让人生命 只能达以胜利之能 太和元气飽满 献处与太虚同体的法身 如未知神能 世未知吉祥 道未知大火天先业 所以还本 打本还原 得要从涵养太和元气开始 因为它可以通关宇宙 通关整个宇宙太西 因为倒在天地 倒在宇宙就是太西 在天地就是太极 在人生叫太和 所以你一旦太和这个打通了 你就会跟太极 纯阳的太极相通 你可以跟宇宙的太西相通 这个叫做气一贯 贯通上去 好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我们今天能够得受 明示一指点 所以我们有得到 自古不清传的圣人心 而且我们知道 道该怎么修 从明示一点 开始修太和元气 那这样子的一个人 叫做真如 真如复兴的意思是什么呢 来我们读一下 皇族 孤独自宗门尽世 承读底下 学者八代又与严与文字之间 如幼文字 传宝人的大 世道真诗 盖武警官 既无真修 享则有异用之过 圣神是乱门之罪 此非老子释迦之旧 乃后世学者 交往不过正 多月有长 弃人求念之事业 这个代表王族的担忧 在那个时代有的现象 其实今天也有 很多所谓的号称大儒的 只是在文字上打转 这个叫做儒幼文字 甚至为了得到一些好处 这个等于说在人世间 也许我们可以写一些文章 这些来赚钱 养家无口 那过个人的生活 这还有人道可以做 但是真正的儒者 绝对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就好像四老师 真师 盖武主观 这些都已经失去原来 一个老子或者是佛 所真正教育的 因为这也不是老子 或是释迦佛的罪过 这是后世的写者 交往过正的影响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真如难行 真如已经失去了很久 好 真如要怎么成就 来 读一下 大大原始上 独师是格独 知识是知识 此时今来在家既 他在家既尽 谁他以来贤有适者 此时从真如被读书 如果我的预言 也就是敢欣赏 文人相亲 批评乃批评起 但是真正的格物之学是什么 没有好好去探讨 因为他已经失传了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要成为真乳 一定得要先把格物的功夫找回来 但是格物的功夫在哪里 就在这里 来 我们读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格物之学不是那么简单的 如果没有明师指点 而且把我们的这一点 礼天的点出来 这个叫做无极礼 也叫做人意礼自信 在我们人身上就是那个道 然后让我们懂得 原来有礼天 弃天 向天之别 但是它都是来自同一个根源 叫做无极礼 所以人有理性 有气性 有执心 就像人有道心 人心跟血肉心一样 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修道 就要知道修心 这个微微的道心 要怎么修呢 要从明德开始 这个明明德 第一个明是动词 那个得要明师指点 才能打得开 点的亮心灯 明德就是我们心灯点亮 那一份至善的光明的本性 被打开来 好像心灯点亮一样 这样我们就知道该怎么修 就从那个地方开始修 修回我们的光明本性 就等于把我们的正能量 太和元气正能量找回来 来 继续 来 继续 可真实诚受 强厚严明 实而异心 然后尊度指格主 务力之和 先得富贵才设温信之物 以致其万 再得一面杂面断信之物 以安其内 诺待富力而进 自然天理成全 天理及明德至善至毕业 功夫致耻天君随会 举目其在典前 拟天随也不以一目其事 慰智之时耳闻总数罗鸟 即使之后也见方为实在 祭祂祝祕祝 曾师之处 突焉 格物而更汝 Bark 所以这边都在讲一个格物的功夫 格物的功夫已经失传 必带珍儒而后兴起 这个等于说把这个格物的功夫找回来 然后所谓的珍儒就是至少 他这个格物自知的功夫 他是真正做到了才能称为珍儒 珍儒就是君子仁 也就是白杨一所讲的 将来要带领人类到达一个理想的 叫做人间净土大同理想 靠的就是这一群 真正的珍儒也就是君子仁 而且能够花挥出白杨修持法门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度大能荣了切人间多少事 满腔欢喜 笑开天下不清楚 我们的白杨华门 真如硬硬 但是真如 真如 其实就是修这两个 修这两个 叫做慈心三昧 展现太和 满腔欢喜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慈悲 给众生慈悲 叫做给人慈爱 慈心三昧是什么意思 就算你对我再不好 我还是要对你慈悲 三昧代表很深很深的定 不管我遇到任何人 或是遇到任何事 听到任何话 再难听的话 再不好 再不好的人 再能够怎么样 反正以前会生气的 那些人事物 现在我修慈心三昧 完全不受影响 还是一样的慈悲心 就算你对我再不好 我也要对你好 那样子就叫做慈心三昧 然后这个太和 就是度大能容 包容 有些人看不惯 别人的缺点 但是他又专挑别人的缺点 那你说这种人 就会很痛苦 一天到晚 得罪人 因为他没有包容 夫妻之间 为什么那么重要 要有包容 不能只看缺点 生活在一起 所有的缺点 看了一清二楚 专挑缺点 就代表我们的包容不够 家庭就会失渴 所以展现太和 就是度大人容 宽大包容 展现太和之气 这两个慈心三昧 代表充满着爱心 太和言气 代表我们 和和气气的 对每一个人 这一个就是 百扬天使 就是真如 真如就是一个 很有很有爱心的人 然后去到哪里 不管你对他 再怎么不好 他都对你好 他都可以包容你 有一天 你去跟某一个人讲说 有一个人讲你的坏话 他还会说 那个人的好话 完全不会受到 你跟他讲说 那个人说你坏话 他就暴跳如雷了 他就开始 一直骂 一直骂 变成你跟他讲的人 你都被他骂 这样子 但是一个修慈心三昧 修太和的人 他是不会这样子 就算听到有人批评我的话 我还是会讲他的好话 那个叫做太和 那个叫做慈心三昧 这样子的人间净土 真如复兴 我们要去实践 要去实践 人间净土的努力 这个是我们祖师的宏愿 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么多 其实就是要实践比较重要 怎么做呢 实践米勒净土的努力 那以其讲别人 不如讲自己 这个后学来分享一下 就后学个人而言 我们想尽一点点的力 为这个努力 那当然也希望 更多人一起来 尽这个努力 人多力量大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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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ер